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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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渐起,下半夜的时候竟然下了雪,魏国来世和亲的消息便如初雪一般,一夜之间传遍整个咸阳城。 次日清晨的朝堂上,犹如炸开锅一样,因为新旧法之事而被忽略的国君婚事,转眼间便被提上日程,成为整个大秦目前最迫切的事。 老氏族反弹最大,几乎所有老氏族都无法接受未来国母是卫女,他们也开始物色更合适的人选,意识之间聚国一婚事。 娶谁,显然已经不是营寺一个人的事情了,而是他身为国君需要履行的责任。 咸阳城的初雪只下了半个时辰,但是风越发冷冽起来,带着西北的粗犷彪悍,席卷苍茫的农溪大地,也将消息吹入了中原六国。 秦魏是仇,忽然要联姻,在列国引起轩然大波。 十日之后,宋初一的马队已经进入了楚国境内,刚从山坳中出来,秦魏有意联姻的消息便铺天盖地地砸了过来。 谷精脾气急脏,加之他是土生土长的秦人,乍一听闻这个消息顿时乍毛。 堂堂大群君上,怎么能去喂过婆娘? 吼什么?当是你们家后院呢。 谷寒瞪着他怒道,谷精缩了缩脖子,像是泄了气一般,弱弱地说。 不是吗?这君上好端端一个汉子,应上周天子的公主,喂王闺女算个鸟啊。 几十个壮汉,顿时一片小声的附和。 就是啊。 诸侯歌剧,七雄并起,周天子早已经是个摆设,可那也是个尊贵的摆设。 先生以为呢? 谷精看着谷寒脸色不好,立刻转向宋厨医,满眼期待地等着他的答案。 宋厨医驱马缓缓前行,眯着眼睛沉吟了一下。 骑士取了也好啊。 先生! 谷精一对浓密的卧残眉顿时倒数,满脸煞气地盯着宋厨医,好似他不说出个能令人信服的理由,立刻便挥刀砍过来一般。 莫有冲动。 宋厨医笑眯眯地向他招了招手,示意靠近。 谷精迟疑了一下,驱马过去。 富尔过来。 谷精轻声,宋厨医凑近他耳朵,小声地说道。 你傻呀,眼下是卫国先提出和亲,咱们又不需要出多少聘礼。 差不多与嫁妆相抵也就说得过去了,咱们还赚了一帮子女人,管他是卫女还是州女,来了秦国,就是大秦的女人。 这可是和亲。 谷精压低声音说,所有人都知道和亲之盒子的意义。 先娶了他闺女,打不打咱们说了算,你咋这么实心眼呢? 宋厨医理所当然地说。 这样也行。 谷精皱眉,声音不由大了几分。 我们若是这么干,那与卫人有何区别啊? 宋厨医暗暗翻了个白眼,心想, 当初商鞅哄骗公子王的时候,也没见几个亲人反对啊。 面上却肃然说道, 嘴,话不是这么说的,那魏公主嫁过来,还不是任由咱们摆弄。 万一咱们想和魏国打的时候,他正好欲图行刺君上, 要么和谁谁私通,要不就是不能孕啊,这都说不准嘛,对吧? 不会这么巧吧。 骨精的脑子一根线,根本不曾转过弯来, 却是让旁边的人满身汗蹭蹭。 他们说话的声音虽小,但剑客的听力本来就极好, 几乎每个人都听见了对话内容。 计划用胳膊捅了捅吉语。 大哥,你怎么看? 看什么? 吉语看着路,头也未回。 看先生这法子啊,银暗,卑鄙,无耻,向流。 急于简洁又有力度地总结道。 计划心理倒是觉得这么做无可厚非, 正于替他辩解两句,便听内乡宋出一诱说。 总之,先睡他闺女收嫁妆,问住关系再说。 和卫国的邦交,须得把便宜都占尽了才解汗。 打不打,那是以后的事儿。 计划连忙收口,不再作声了,干咳一声,看向别处。 宋吹这话说得粗俗,但剑客们本也就是粗人, 听着心里爽快,仔细想想,也的确是个好法子。 送出一抬手摸了摸下巴,自语道。 就是不知道,魏公主的模样生得如何。 不然,凭咱们君上那等姿色,可是吃亏了。 众人漠然。 在秦人的观念里,男人雄伟壮士,恐无有力, 就是美男子,别的不重要。 虽然这一代的秦军那张脸,的确生得过于标致了些, 但这里也没有人敢复合,吟似有姿色的话。 经过宋吹一番混角, 剑客们觉得,娶不娶魏女,好像的确不是什么要紧的事。 就算是魏王的女儿,也不过是个女人而已。 至于魏国公主,她身为公主的那一刻, 就注定随时可能作为一颗棋子,成为邦交的牺牲品。 尊贵和代价是等同,这是理所应当的, 没有人分出多余的心思去同情她。 咸阳的事情与他们关系不太大, 宋吹要做的就是稳住身边这些剑客的情绪, 尽全力办好巴蜀之事。 先生,我们是在楚国休息一晚, 还是直接入小兴? 不可在处停留。 诸位辛苦些,脱离危险的地方再做休息。 是。 众人齐声应导, 连宋初一这样看起来很文弱的世人都觉得能挺得住, 他们自然不能怂了。 而这一路过来, 宋初一吃的苦也不比他们少分毫, 自是无人怨言。 趁着天色上早, 从小道策马赶路, 傍晚时已经接近那条山谷小道的入口。 驾! 一阵马提声, 众人抬头看去, 是前方探路的剑客返回, 戒备稍缓。 探路的剑客拱手说道, 先生, 前方五里外有储君扎营, 营不便靠近, 暂不知具体有多少人, 但据目测, 愿赢不下于十万。 可这领军何人? 大到其上是个雄子。 雄位? 宋初一来回想了个遍, 楚国倒是有不少姓雄的将军, 但一般情形下, 没几个够资格统帅十万人, 只有大将军雄位。 既然雄位在, 那么龙骨不忘, 应该也在此处了。 前夫长, 这个职位在位, 还能数得上号, 但在楚国十万大军中, 却不算什么。 宋初一不欲多管闲事, 但楚国大军压在八国边境, 究竟意欲何为? 这个, 他必须得弄清楚。 万一楚国, 也有意下狠力气去攻八国, 还应早做打算, 免得到时候费尽力, 却是为他人做嫁衣。 思来想去, 宋初一觉得也不无可能。 八国仗着天险, 即便在早期巨无霸的楚国面前, 依旧毫发无损, 但是八国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一目了然。 楚王糊涂, 但楚国还是有不少明白人的。 继续关注, 莫有太靠近。 是。 先生。 宋初一打断古寒的话, 我们先进入小境, 按照原计划赶路, 派几个人留下打探消息。 嗨。 古寒应了一声, 便安排去了。 先生, 不如由我去打探。 宋初一知道急语的意思, 他想假意去投奔龙骨不忘, 与剑客里应外合, 将消息送出来, 然后再寻思脱身。 宋初一摇头, 计划略略一想, 便明白了, 不禁问道。 先生, 不忍利哟。 他指的, 自然是龙骨不忘。 纵然已经接受了宋初一, 是个女人的事, 也决定跟着急语追随她, 但总怕她会如一般女子一样, 太软弱。 宋初一目寒深意地, 看了计划和急语一眼, 懒懒一笑, 一真一假地说, 是呢, 那可是我的好徒弟, 必须要好好疼爱。 计划看他驱马走开, 表情纠结起来。 他是比较耿直实在, 但并不笨, 自不会只按面上的意思去理解。 总觉得宋初一说好好疼爱时, 有些甚人, 随转头问道, 大哥, 先生他, 是什么意思啊? 驾, 走吧, 是我少虑了, 不忘远比你我, 想象的聪明。 龙骨不忘, 拜读研究过各家学说, 本就极有才学和聪明, 只是脾气太暴躁, 又有些少年心性。 然而, 他跟着宋初一的一番磨练, 再加上至今为止的阅历, 不说会脱胎换骨, 可至少也不是随便能糊弄的。 与储君相聚不过五里路, 众人紧绷着神经一路沉默, 气氛很严肃, 直到进入谷中, 才稍稍缓和下来。 先生, 属下认为应当让陆探再探远一些。 你应该明白, 我们这种情况不是行军, 若是相距太远, 容易与陆探失去联系, 反而无视。 眼下的距离恰好, 难给咱们一个应对的时间即可。 各有各的缺点, 他们并非严格按照路线行走。 这荒山野岭之中, 再优秀的陆探, 也不能保证回回都能快速准确地 与他们会合。 宋初一只是选择了一个 相对稳妥的方式。 不过, 你说的也有道理。 宋初一心里也清楚地知道弊端, 就如这次遇上储君, 倘若他们不是扎营, 而是急行军, 等到陆探返回时, 双方相聚恐怕已经不足二里, 应对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这是极度危险的情形。 距离八国不远了, 用三个陆探。 宋初一说道, 一人行着十五里外, 将消息传给十里处的陆探。 十里处的陆探汇总消息之后传到五里处, 再由最后一个密探, 把前方十五里所有的情况传递回来。 这是接力式的消息传递, 也是寻常行军最常用的探路方式。 只不过宋初一这次带的人不多, 陆探也一共只有四个, 要顾前后又要轮番休息, 不能够一次全部用上。 古寒正于领命去部署, 却闻宋初一又补充了一句, 两名向后关注储君动向, 依旧派一人向前探路。 古寒正了一下, 后方已经有一个了。 盼剑客刺探消息的时候, 同时留下一名路探, 一边迅速会合。 这回竟又派过去两个, 是不是多了点? 宋初一不起波澜的目光, 落在他身上, 淡淡地说, 执令。 从宋初一平淡冷静的面上, 古寒看见了一丝 似怒非怒的神情, 那种压迫感, 令他心里忽然有些慌张, 仿佛自己不懂缘由, 就是犯了错一般。 揣着略微不安的心情, 将事情吩咐下去。 进入山谷腹地, 一行人下马修行。 古寒仔细想了想方才的事情, 顿时明白了, 他们是为了秦国吞并巴蜀而来, 倘若楚国横差一脚, 那他们的一番努力, 可能就付诸东流了。 这么简单的事情, 他竟一时未曾想明白。 古寒心中懊恼, 闹自己犯蠢, 更恼恨自己, 方才竟然怕了宋初一。 想着, 目光微转, 悄悄看了他一眼。 明明还是那张略显稚嫩的脸, 平淡的眉眼微垂, 在思虑什么事情。 悬疑窄秀, 身材细长, 正在抽调的少年模样。 他斜靠在柳树上的姿态, 依旧懒散随意, 很柔和的样子。 先生。 急于挡了宋初一, 送到酒边的酒囊, 递了一囊水, 到他面前。 宋初一咧嘴一笑, 轻轻推开, 羊头喝了口酒, 扎嘴道。 平生所喜, 少了酒, 便觉寡淡。 急于夺了酒囊, 将水囊塞进他怀里。 先生, 若觉寡淡, 尽可横扫天下一余, 大可不必在这等小事上消耗。 啊, 宋初一无奈, 狠狠地灌了一阵水。 那恐怕, 我这辈子, 最多也就爽快那么一两回罢了。 一回足以。 急于堵了他的话, 一个人一辈子, 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便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宋初一并不自视太高, 但他好歹重活了一回, 必须得做成一两件大事, 才对得起上天后代。 楚, 要攻八国之意。 宋初一吐出一口气。 楚威王在世, 曾数度攻八蜀, 占下这块地方, 是楚威王的遗愿。 楚国朝中, 有众多拱鼓大臣支持。 这次八蜀起了内讧, 楚国恰好大军压境, 八九不离十八。 楚威王, 一号威子, 便是对其一生的总结。 他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君主, 尽可为领军主将, 上阵杀敌, 退克幕府掌控全局。 他在位时, 将楚国的版图, 扩到七国最大, 威霸死方。 宋初一曾经无数次怀疑, 现任的楚王, 不是楚威王的亲生儿子。 都说龙生龙, 凤生凤, 可为何堂堂一代雄主, 就生了个草包呢? 大将军雄卫, 虽说也没什么脑子, 但至少, 还遗传楚威王的骁勇。 但楚王就…… 有动静就好, 还怕他不动。 宋初一唇角微弯, 把水囊塞还给吉语, 转了转僵直的脖子。 吉语有时候, 会因宋初一的一举一动, 模糊了他的性别, 却又觉得因此, 令他有种别样的洒脱。 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